大家好,又是玛丽丝妈,我们又回来了 今天又是不讲煮菜,我们是讲什么呢? 我们要找到马来西亚有一个好处 真是好到不得了 但是大家要留意,当你走这些公园的时候 要小心,马来西亚的公园是有水怪的 马来西亚的公园很大的,大到怎么说呢? 是比香港的海洋公园大,但它只是一个市镇公园 有山,有水,有花位,而且那些花是很漂亮的 所以你走一天都不会闷 在现在MCO期间,封城期间,你不能去商场 所以这些地方真的可以让你消磨很多时间 你猜到这些公园要收费多少钱呢? 多少钱入场费呢?让你猜猜吧 猜不猜到啊? 告诉你,是免费的 它们的长度是好像人那样大的 哇,看到打烂阵了,它突然会在你面前出现 或者慢慢慢慢地在行人路走 哇,这些就是大蜥益了 喂,你们看看这些照片 那些花很漂亮啊 又大又鲜艳 哇,真是,漂亮得不得了 好了,说回大蜥益了 其实说真的,它们常会出现在马来西亚公园里面 虽然我觉得它应该是无害的 我不可以搞它,它不会来咬我 但大家走的时候都要小心点避开它 马来西亚的大树我都要讲一讲 因为我发觉它树干是常常会有一些滑腾植物的 要在一些很好的天气 或者是没有污染的地方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会看到马来西亚的树木是很漂亮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拜拜!